嘿嘿嘿 快樂是個寶貝妹 誰找到了誰不累 嘿嘿嘿嘿 快樂是個大廳堂 誰配搶誰就還配 大米耶 阿米耶 阿米耶 小米耶 小米耶 都是身邊最快樂的人 嘿 快樂的Family 一場快樂的Family 一 三 你那車是什麼車呀 啊 新能源車呀 那好啊 那我喜歡的 那車多少錢呢 哎呦媽呀 十一萬多呀 不行 太貴了 我這個車不能超過十萬塊 啥呀 大夥一起買 算組團是吧 能便宜多少錢呢 九萬六 那行那行那我買 我買我買 不是 你先別給我登記呢 我還得跟我們家領導 匯報一下 我們家領導就是我媳婦 對 你跟我說說這什麼顏色呀 大姐夫啊 我一會出門 我穿雙什麼顏色的鞋呢 紅色 紅鞋 那我戴個什麼帽子呢 綠色可以 綠帽子 不是 那我穿什麼衣服啊 裸色 大姐夫 先掛了 我回頭給你打啊 回頭給你打 怎麼了 什麼呀 我一會見客戶 你讓我穿雙紅鞋 戴個綠帽子 用點裸著 什麼玩意 你幹啥呀 你裸著 你敢裸著 人家敢看嗎 你讓我這麼穿著呀 我什麼時候讓你這麼穿了 你剛才說讓我穿紅鞋戴綠帽子 我這跟人家打電話呢 人家告訴我汽車的顏色 你這看車呢 大姐夫 你說看人家車你眼不紅啊 你又買不起 不是 順風啊 你這個人說話怎麼就這麼難聽呢 怎麼難聽呢 我怎麼就買不起車呢 就你那點工資 你還買車 趙剛子 我把話撂這兒 你買汽車那天 就是我前順風買飛機那天 你說話算舒服 我算舒服 街方冷革挺好了啊 我買汽車的時候 他就買飛機 對 挺好了 我前順風買飛機 你別忘了啊 我忘不了 等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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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你事呢 啥事 我一會出去 我那雙皮鞋搁哪了 你皮鞋多了 我哪知道哪雙啊 就那雙 贈名瓦亮 光芒萬丈那雙 你要穿個燈泡啊 幹啥呀 你出去裝燈啊 我裝什麼燈啊我 就是六千塊錢 我買的那雙鞋 鞋棍裡呢 我一說價錢 他就想起來了 哎呀我的媽呀 六千塊錢買雙鞋 你說燒包不燒包 就他這雙鞋 夠吃我多少年大蔥的 哎呀 好個嘍 哎呦這麼話亮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味不味 味什麼呀味 哎 哎 大姐夫 啊 哎 你看這雙鞋 啊 我記著我買這雙鞋的時候啊 我是身家百萬 我今天就要穿上它 我從走輝煌路 哼 就你這回的買賣 灰 黃了 你能不能說點好話 輝煌你就一塊兒說 還輝煌了 不是不是 大姐夫你都放下你的蔥 幹啥呀 哎 你看這雙鞋我平時也不怎麼穿 好像怎麼不那麼亮了呢 能亮嗎 這麼好的鞋你也不上油 也不保養的 趁勢 哎大姐夫 這是油 這是鞋 啊 你幫我上油 哎哎哎哎哎 錢順芳啊 怎麼了 不是在這個家裡 你讓我給你幹活 就這麼理直氣壯嗎 哎 哎 哎 啥意思 來 我給你二十塊錢 你幫我擦皮鞋行嗎 啊 咱倆都是女婿 啊 這鞋你就不能自己擦嗎 不是咱倆是都是女婿 咱倆在家的位置不一樣 怎麼呢 你是幹物業的專門搞服務的 我是民營鐵家 我是負責賺錢的呀 你看在咱們這個家裡 你服務我賺錢 你看咱倆配合得多好 那這話說的 我也賺錢呢 沒說你不賺錢啊 你賺的慢啊 我賺的快啊 有首歌就是寫的咱倆 啥 阿門阿牽一顆葡萄 阿裡阿能裡的幹髮呀 蜗牛飛著那種種的殼呀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蜗牛賣 你不是說我是個蜗牛嗎 蜗牛 我告訴你 蜗牛爬得再慢 它總有一天能夠爬到樹梢上 對 等你爬上葡萄早就爛了 拿著拿著拿著 自己這樣 大節目 幹啥 讓你幫我擦擦皮鞋怎麼了 街頭鄰居們 我們家房子的首付誰付的 爹 你聽不懂 我容易嗎 我這輩子 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 我跟你說 你這房子首付壓了我一輩子 大節目 你好好擦 我這筆買賣要談下來 有你的好處 到時候我會越來越付 越來越付 越來越付 我就是咱們家的 月付 月付來 月付 月付 我回一會兒出門啊 趕緊擦啊 趕緊擦啊 趙經理 爸 為首付服務呢 你是不是要跟人家出去談個買賣 讓我幫他把鞋擦一下 你就這麼掛著他吧 你以為你這是為他好呢 你早晚把他給灌出毛病來 為啥呢 為啥呢 為啥 他不就是覺得他有倆錢嗎 我告訴你啊 一會兒和我演一齣戲 為啥呢 為啥 咱就板板他這毛病 治治他這脾氣 我讓他知道知道 在這個家裡他到底算老幾 行 聽我的啊 一會兒無論我說什麼 你都得順著我 明白 千萬別問我為什麼 明白 記住了嗎 記住了 這就好辦了 為啥呢 這行 穿這身可以吧 那個鋼子 啊 我剛才到福利彩票那個 對獎那裡去了 啊 你昨天買一張獎券 重上了二等獎 獎金二十萬 我說二十萬 對 為啥呢 你點子好 為啥呢 為啥呢 不是 爸 自從我做生意以後啊 對錢這個字 我聽得特別真切 什麼二十萬 什麼獎券我看看 岳父說話首富不信哦 岳父說話首富肯定信 就是我大姐夫能充二十萬 我實在是不能相信 哎 錢順芬啊 怎麼的 我就不能掙錢嗎 我還告訴你 我就掙了二十萬 你見過二十萬嗎 有二十萬你都不一定會花 你太氣人了你 我告訴你我怎麼花 來來來你過來 我告訴你怎麼花 啊 喂 車行嗎 那個新能源車我要了 嗯 對 另外我問一下 你們車行賣飛機嗎 有人讓我打聽一下 烏鷹七四七現在什麼價格 找 這人吃飽了撐的 我覺得他也是吃飽了撐的 不是三姐夫誰要買飛機的 你啊 我買不起飛機 你看 你不是說了嗎 只要我買了汽車你就買飛機 他說沒說 這樣說完我聽說了 街坊鄰居他說沒說 買吧 你真中了二十萬哪 我中了 哎呦大姐夫 你有二十萬你會花嗎 哎 哎 錢順豐提出這個是個問題 鑒子你過來來 啊 你這樣我是你岳父嗎 是啊 我說話你聽嗎 聽啊 聽你就聽我的 把你兩斤這二十萬 你送給錢順豐 岳父 爸爸 爸爸岳父 英明 英明英明 這不是什麼英明不英明 啊啊 當初咱們家買房子的時候啊 首付那二十萬不是你付的嗎 我付的 是吧 他說現在剛才中獎中了二十萬啊 我讓他把這獎金二十萬送給你 好 以後咱們家這個首付啊 就不是你了 當初我們家買房子時候有點困難 你能挺身而出 拿出二十萬交首付 你是條漢子 啊 你酷啊 你你霸搞 但是那時候呢 咱們剛才有點心有餘力不足 啊 現在不一樣了 剛才有錢了 他火了 他有聽了 馬上就又發財了 從今以後在這個家裡 記住了啊 我是你岳父 岳父 他是你首付 爸 我全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說我 我這回我上廳了 對 對吧 我一爬我就虎到二十萬 對吧 以後我就是首付了 街坊鄰居們 咱們家從今天開始 房子的首付是誰付的 一 哎呦我的小心臟哎 我跟你說順芬 哎呦我怎麼這麼難受呢 你聽我我跟你說 啊 後面還有難受的 你要記住 你不是什麼黃鯉鳥 我是 你就是一隻小小鳥 你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也飛 卻咱們也飛不著 你不選你啥呢 那挺好 好 大姐夫 那行吧 那個二十萬你快給我 我現在正需要二十萬 我到處借呢借不著 不是這個這個 是這樣啊 當初你是首付的時候 對呀 你往外掏錢的時候 這麼痛快過嗎 沒有 挺痛快的呀我 不是 是不是有個程序 他每次都有個程序 你按程序走 行行行行 大姐夫來來來來來 你快坐下你坐你坐 哎呀你你你 幹啥按程序走啊 按程序走啊 大姐夫你好 你腦不舒服我沒捏你 哎呀呀呀呀呀呀 你捏我呀還是掐我呀 我都不給你按摩嘛 你這按摩太難受 別人受不了啊 你這樣吧 我這鞋有點髒了 那我給你擦 哎呀什麼了不起的 快快點 那有鞋油啊 鞋油鞋油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呀我的馬你往哪抹 我這襪子 你看你給我抹 哎呀我的天啊 擦鞋了嗎這不是 擦鞋你不能把襪子上抹呀 你這 哎呀你怎麼這麼多事你 你把這鞋油你得弄到鞋上 來來來來來來 這行了吧 來來來來來 哎呀我這擦個鞋啊 哎呀我是不是不是不是 哎哎不是你別 你沒用這麼擦的 怎麼擦呀 你先一開始把它打勻了 然後你再啪啪啪啪打油 我這不動勻了嗎 我怎麼一擦它這個鞋 你怎麼 哎呀你這怎麼能這麼幹呢 怎麼能幹呢 怎麼能幹呢 你怎麼能這麼幹呢 怎麼幹呢 鞋都要你們弄埋去了 你知道吧 你看你這個應該是這樣吧 是吧 你呢先上油 你吧別著急 是吧 把油上完以後呢 你得慢慢地把它呀全給它打開 讓滿臉都沾上去 明白了吧 完了你得看著別人的襪子 當打開以後呢 然後你再這麼打 明白不 你得這樣打 沒錯吧 位置錯了 位置很對 我跟你說呀 今天還沒怎麼幹活呢 這一擦鞋 綁都甩開了 還挺舒服的 你看這樣多好 現在你是首富 哎呀太好了 你起來 我起來 我是首富 來來來來來 哎呦我的天 來來來來來 別別別 你可一隻腳抬摸吧 一隻腳一隻腳 哎呀你跟你把我這襪子弄 你快點請不行 一會兒人家都等著急 哎哎 哎 啥呢 我給首富擦鞋呢 啥 啥 啥首富啊 咱家房子的首富啊 咱家房子的首富啊 咱家房子首富不你嗎 沒有 從今天開始就我了 啥情況啊 媳婦 來 是這麼個情況 大姐夫啊 手好啊 她買一張獎卷 中個二等獎 中了二十萬 人家把房子首富還給咱來 還給你就要啊 不要咱們咋家 那你缺錢呢 就正要借這二十萬的 這二十萬來了 哎呦對 我還得趕緊把這約會給取消了 我這回去就是借那二十萬的 哎呀 哎呀 喂 喂老黃啊 什麼 讓我叫你黃總 我憑什麼叫你黃總嗎 我不就是借你二十萬嗎 哎 小黃啊 我說 你好好想想 我就借你這二十萬 你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後天 哎 怎麼著呀你想 啊 什麼 對我今天不去了 正式告訴你 二十萬我有了 菜都上來了 自己吃吧 自己付錢 大老闆 大老闆 大老闆的氣勢 還在那兒抬抬的樂呢 什麼啊 心哪那麼大呢 什麼呢 啊 啊 你知道你在我們家這幾年 為什麼這麼叱叉嗎 那錢是從我優秀啊 你誰給你的自信呢 來我給你今天上一課啊 好 講這個 幹啥呀 來來來你倆站一塊來 怎麼這呢 對比一下啊 在這個家裡 我問你 頓海拔 你有人家個高嗎 好像差不多吧 差一塊一點 你有人家眼睛大嗎 好像差不多吧 你使勁凳都沒有人畢上大 你長的顏值有人家好嗎 好像也差不多吧 也好像了 差老遠了 那就相當於我大姐夫站樓頂上 你直接被拍地下室去了 還有啊 再看咱家這三個男人 來爸你也過來一下 來 我的事啊 現在這個家裡 是 這個是岳父 這個已經從大姐夫生為了首婦 你 就是我丈夫 我明白了 從現在開始 你從貴婦變成了怨婦 咋的你還不服嗎 我服了 怪不得剛才街坊鄰近們一喊 首婦是他的 我這個心 像針扎了一下似的 我比你扎得還疼呢 你就作吧 你說挺好 你首婦你給我整沒了 以後讓我在家裡 還怎麼橫晃啊 啊 我怎麼欺負我大姐啊 我怎麼欺負我大姐夫啊 我怎麼招呼小米粒啊 對啊 我怎麼在我爸媽妹店以後耍驢啊 對啊 我二驢子成二驢子 是不是在江湖上消失了啊 那以後你該驢還驢 驢的不運氣 哎呀二姑娘啊 聽爸聽爸跟你說啊 你都在咱們家驢了幾十年了 夠辛苦的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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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吧 你接著海旅 沒事別這麼傷心 嗯 別難過啊 剛才那個事是我 逗全順風玩的 你根本沒有那麼回事 我不信 真沒那麼回事 真沒這事 爸說的話你還不相信嗎 沒這事啊 不苦啊 沒這事 沒這事就好了 沒這事 那二十萬呢 根本就沒有啊 大姐說你獎券呢 我從來不買獎券 二十萬我必須得到手啊 我今天得給人家交錢錢合同嗎 你不找那黃總借了嗎 對對黃總 我還借什麼呀我呀 我平時這黃總我倒當爺爺伺候著 我今天就要他小黃了呢 他能借給我嗎 我說爸呀大姐夫 你倆可就坑死我吧 哎呀爸呀大姐夫 你倆這玩笑開的真是有點疼的 哎呀這公司都沒了 哎呀你對不起啊 我沒想到 這可怎麼這麼 你說這玩意 你不是你哭啥 你別哭啊 別哭啊 我沒想到什麼 大姐夫 從這女生嘆息當中 我聽出來你肯定有辦法了 他把辦法告訴我 順風 這張卡裡有二十萬 你拿著 假的吧 前順風啊 我在你心目中 是不是就不能有錢呢 你哪來這二十萬呢你 爸給的我二十萬 偏心眼兒 不是我我是他岳父 他說的那個爸不是我這個爸 他那個爸是他自己的爸 我爸爸給了我二十萬 哦就是養雞那個 對呀 怎麼你不是瞧不起我爸爸 我還告訴你 我爸繼承了我爺爺的儀式 在家回去就養雞 他養的不是一般的雞 那是 他養的是 鬥雞 鬥雞 今年掙了一百二十萬 哎呦 我爸把這零頭二十萬給我了 哦零頭給你了 嗯 他能不把整頭給你呢 那沒給 他說這一百萬得留著給我找一個後媽 那你爸可真有正事 我爸在這方面不如咱爸 我讓你刮我了 好 是不是啊 我跟你說實在話 這裡邊本來有二十萬 我呢想拿出十萬來呢 買一輛車 另外十萬的本來就打算給你 你看 當初咱們家這個房子首付是二十萬 對對 我也是女婿 你也是女婿 按理說咱倆應該平分 當時我不是沒錢嗎 對吧 正好你現在不是缺錢嗎 來這裡邊二十萬 一分沒動 你拿走 那你這車就買不成了 沒事兒車不要緊 你先就你這個集 另外你放心啊 咱們家這個房子的首付的名譽充號 在外邊永遠屬於你 不好意思 是 是 爸 你看看你大姐夫是怎麼說的 是是 怎麼做的 你再想想平時你自己 咱們是一家人 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是 和諧才是咱們的家風 記住了 記住了 在這個家裡 我是你岳父 誰 她是你姐夫 姐夫 她是你媳婦 媳婦 不管你有錢沒錢 你永遠是咱們家的首付 話呀 大姐夫 從街坊鄰居那我還能這麼說嗎 你試試去 街坊鄰居們 我們家房子的首付 誰付的 你 大姐夫 大姐夫 我還得忙著呢 抓緊時間把鞋鍋擦乾淨 沒事兒你放心 我給你擦 你給我做飯去 趕緊時間歇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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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啊 我怎麼覺得咱倆白忙活了呢 為啥呢 還為啥呢 幹活兒呢 來來快點兒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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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賴 快點兒 旁舖 transportati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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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